第24題 好 同學 我們來看到第24題 它說 右圖1是由白色紙綁拼成的立體圖 如果將這個立體圖形中兩面塗上顏色 好 同學 你看到塗上顏色的這個地方 塗上顏色的時候 請問打開來 把這個整個展開來之後 請問是哪一個圖 好 同學 這種展拍圖 你要注意那個立體的概念 它們的相對位置 你注意看現在圖顏色的三角形跟這個正方形 是不是有黏在一起 那既然有一個角碰在一起的話 那麼答案 我們就可以先消掉B跟珠了 為什麼 因為B跟珠你折回去的話 三角形跟正方形就不會黏在一起了 所以B珠我們消掉 好 現在黏在一起之後 來 你把它黏在一起 你現在把C折出來 你會發現 三角形的右邊的角去對上正方形的左上角 可是真正圖形的是 三角形的左下角去對正方形的右上 所以你把那個立體概念抓出來就很清楚了 所以這個標準的答案 C不對 C不對 因為那個正方形的位置不對 應該是在三角形的左下角 而C是在它的右下角 所以正確答案我們要選A 好 這種題目是立體 同學你就把那個圖形 上下 左右翻轉一下 然後找出那個感覺 這個基本學歷測驗 這幾年也很常考這種立體的概念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二十五題 二十五題 它說小安拼裝了一個直角 同學圈起來 他要找直角 好 如右圖 它用了九支鋼碗 好 三十支 三十公分有四支 四十公分有三支 五十公分有兩支 好 同學 你現在看到這個圖形 老師現在把這裡分別用不同的顏色 圖出來的 你就可以很清楚了 好 五十公分的兩支在哪裡 四十公分的三支在哪裡 三十公分的四支在哪裡 好 那我們從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好 底下 它現在問你 三角形的底面三邊形在底下 請問有可能是什麼 來 這個地方它問你 底下 這個三角形的 底邊 底邊 三角形的底邊三邊長 好 這三邊長 三角形 這裡三角形就只有底下那一個 所以是什麼 三十 三十 跟五十的 好 三十 跟三十 五十的 好 這個地方你要特別小心 這個直角 它可能 好 因為如果你是直角三角形 畫在上面的話 直角三角形畫在上面的話 你這個地方 答案 你要注意三十跟四十 三十跟四十的 三十支就不會 三十公分的就不會四支了 好 四十公分的就不會三支了 所以 由此可見 底下這個 底下這個三角形 它這個三角形不是直角三角形 它是直角柱形的登項 它不是跟你講直角 直角柱形 不是說這個三角形是直角 所以同學要理解 你把它兜上去之後你會發現 如果你把它假設直角 欸 跟題目不合 如果把那個三角形假設成直角 你就跟題目不合 所以要趕快轉個彎 轉回來 這是直角柱形 所以它只是一個柱形 好 這了解一下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二十六題 所以二十四題的答案 二十四題的答案 我們是要選A 二十五題的答案 我們是要選 也是要選0 好 來看二十六題 二十六題這個題目 它為你長 四十公尺寬二十公尺的游泳池 每分鐘如果注入兩千公升 那麼 幾個小時才能夠水深增加 加到六十公分 好 來 我們知道一立方公尺 這裡同學要呼吸一下 一立方公尺就是一公升 你要記好 好 忘記了換算一下 好 這一定要記好 一立方公尺就是一公升 好 那我們來算 來 長 寬 高 六十公分 0.6公尺 所以這裡總共算出來的話 就是四十 四八 來喔 這個地方是 0 拿掉 四八零 四八零立方公尺 好 四八零立方公尺 好 四八零立方公尺 一立方公尺 一立方公尺是 一立方公尺是一千Cm三方 就是一千CC 一千CC去掉它是一千公升 它是一公餅 它是一公餅 然後是一千公升 好 所以一立方公尺是一千 所以這個地方等於是四八零 然後再掛上三個零公升 因為要除以 每分鐘是兩千公升 所以除出來的時間 總共是 來 約掉三個零 三個零 所以是二四零分 好 二四零分 所以總共要注入多少 四個小時 所以總共要注入四個小時 好 這個題目只是在 問題體積的換算 一立方公尺就是一公餅 一公餅就是一千公升 所以二十六題答案我們只選C 這很換算的題目你要特別注意好 1cm三方就是1cc 所以一立方公尺就是 來 一把乘一把再乘一把 Cm三方 去掉三個零之後 去掉三個零 Cm三方就是CC 那一千cc就是 所以就是一千公升 你換算一下 忘記了 同學 這裡換算一下 複習一下 這很重要的觀念 好 接下來二十幾也是算體積 他說有一個油二七五 我們新建了一座游泳池 內部的長寬各是八十公尺 三十公尺 兒童細節曲水深1.2 長度20公尺 好 成人水深2公尺 長度45公尺 中間以斜坡銜接 好 請問這個游泳池的容積是多少 好 這個題目的關鍵就是在那個梯形 所以老師先把這個梯形 因為梯形要扣掉 梯形這個地方是不裝水的 所以關鍵就是在底下這個梯形 來 同學 這個梯形長成什麼樣子 看到 你要把這個梯形算出來 這個答案就OK了 來 所以我們只要把這個梯形算出來 我們梯形算出這個梯形面積 我們把這裡當作梯形的底面積 然後底面積乘以高 底面積乘以高 那就是它的筆跡了 所以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梯形 這個梯形它是多少 這裡全部是2公尺 1.2 所以這裡是0.8 這是0.8 然後他說這裡寬是20公尺 好 那這個地方 因為是80減掉45 所以這裡是35 好 那這一塊面積 來 我們把這一塊面積 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 除以2 好 所以這個算數還是多少 這是0.4 好 這是22 好 22它的 這裡是30 整個長度這裡是30 好 30 好 30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底面積乘以高 好 所以這一塊梯形的體積 整個 我們這一個 這一個 梯形柱體 這是整個柱體 整個像梯形的一個柱體 好 這個柱體的體積是22 乘以30 就是660立方公尺 那整個游泳池呢 整個游泳池是80 長 乘 寬 乘 高 所以是多少 4800立方公尺 扣掉這個梯形 這個地方沒有水的 這個梯 柱狀的 柱狀的這個梯形 所以4800去減掉660 所以答案減下來就是4140 所以總共裝水就是4140 所以27梯 答案就是選1 這關鍵就是在算這個柱體 底面積乘以高 不管你這個是一個柱體的話 就是底面積乘以高 底面積乘以高 這個地方比較特別 圓柱體 長方形的這些正立方體 這些柱體 這些柱體 都是底面積乘以高 要記好 好 接下來看28體 28體這個一樣 也是在考慮一個立方體的體積 他說一個長60公分 寬45公分的鋁 好 現在4個角落簡約有一個正方形 然後把它折起來之後 一個長方體 來 現在折起來 老師幫你把它折起來了 你就很清楚是長成什麼樣子 因為它是60扣掉兩個10 所以這裡就是40 45扣掉兩個10 這裡就是25 那這個高折起來之後這裡就是10 所以這個題目你如果折起來之後你就知道 60這兩邊要扣掉 這兩邊要扣掉 所以 長層寬層高 所以這裡的體積總共算出來 注意 這是公分 這個算出來是428 8000 這是立方公分 題目問什麼 題目是問你 這是25 25 所以這算出來是給我打 1萬立方 好 1萬立方公分 1萬立方公分剛剛講過了 除以1000 除以1000就是10什麼? 10公升 因為CM三方就是CC 1000CC就是1公升 所以去掉3個0 就是10公升 所以這個容器裡面總共是10公升 28組答案是選飛 這個是計算 然後當位換算 同學要注意一下 好 29 右圖是圓錐的展開圖 扇形的半徑是8 圓心角是90度 好 圓心角剛好是90度 它問你整個表面積 太簡單了 90度 我們看一下 它上面是一個扇形 是一個直角 是一個直角的扇形 那這個直角的扇形很基本 怎麼基本? 它這個地方就是8 好 老師把它算在這裡 這個面積就是什麼? πR平方 但是它是90度 只有占全部的1 4分 所以這裡總共多少? 8 8 64 26 這16 π 這也是16π 可是旁邊還有一個小圓 它底下 因為它是一個圓錐 它整個是一個圓錐的 所以這底下還有一個面積 這個面積是2的話 是πR平方 所以就是4π 所以4π加右π 所以這個圓再加上這個扇形 所以總共是多少? 20π 20π 所以答案就選C 答案就選C 這是第29題的答案 29題 好 這個是很基本的 一個立體圖形的一個 基本的面積、體積的計算 這一定要考場分數一定要拿到 好 接下來他問說 如右圖 好 來 同學我們看到圖 一共有若干個正立方體的積木堆層的 如果每邊長是1 要你算表面積 好 這個同學要有立體的概念 你從側邊看 從上面看 從旁邊的側邊看 會感覺什麼樣子 來 首先我們看一下 如果我們從上面 秒看下來 從上面看下來的話 現在老師同學幫同學塗上黑色的 十星黑點的 就是往上面看下來的 你看看 這裡總共有幾個 123456789 總共有9個 往上面看下來你看到9個 那相對的底下是列9個 好 這是十星的 然後我們從正面 從正面 我們現在正面 老師現在打X的 這正面看過去 打XX的 這裡總共有多少 13個 13個 然後空心的圈圈我們從側面看 空心的圈圈加起來也是13個 好 所以來 這個地方你就很清楚的可以知道 因為每一塊正方形 每一塊正地方體 它的面 這個一個面就是111比 所以我們從這邊來 從上面看下去的 剛剛老師講的黑色圈圈的 上面9個 底下9個 然後來 黑色圈圈的 黑色圈圈的 老師這樣 黑色圈圈的 然後從側面看下來 側面看過來 側面看過來 空心圈圈的 空心圈圈的 總共有13個 但是有兩邊 從這邊 從這邊 你有兩邊 這裡一定要體會 然後接下來從正面看過去 打XX的 這裡老師把他打XX的 這一個打XX的 總共有13個 所以加上13乘2 所以這裡總共都是多少 26 26 52 52加18 好 所以總共是70平方公分 平方公分 這要有液體概念 你不要撒不認真的 真的一個一個下去算 看過去 它會整個變成一個立體的面 這了解 好 同學我們來看看第31題 他說如右圖 編長為2的正方體 如果在正方體表面移動 則從A走到B 請問最短的距離為何 好 同學這個題目 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他是說從表面移動 就是核子的表面 就從這裡 走這裡 走這裡 就是在表面 然後我們把它攤開來之後 我們的圖形就變成這樣子 等於是A到B 這個地方 就變成一個直角三角形的對角線 把它攤開來之後 所以這個地方就會變成 AV的平方 就會等於這個2加2 這個地方是多少 4 等於4的平方加2的平方 就等於多少 20 所以AV AV就會等於根號20 然後根號20 我們把2提出來 就會變成2根號5 好 所以這個答案就是2根號5 所以這同學 這個題目的關鍵是在於 它是在表面上移動 如果題目說 AV 不管喔 它是一個立體圖 AV的最短距離 它沒有特別強調表面的話 那答案就會變成從這裡到這裡 這個時候答案就不一樣了 這個時候的題目就會變成了 來 這變成2 這變成2根號2 那變成這條紅色的就變成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底下這個地方 來 底下這個地方 就會變成一個很特殊的 來 這個紅色的直角三角形 然後這些要畫的 如果是問你最短距離 沒有強調表面的話 答案就會變成這個AV 算法就不一樣了 同學要特別注意 這個答案就變成2根號3 2根號3 這個答案你要特別小心 這一個題目是指最短距離 不管從哪裡走 反正你就最短距離 但是這一個題目它是走表面 所以走表面 所以表面移動最短距離就是2根號5 2根號5 所以我們答案就是選B 答案就是選B 好 接下來又是立體圖了 來 我們看一下立體圖 有一個正方體的盒子 分別是1 2 3 4 5 6 好 這個6個面 那同學 現在幫老師把它圈起來 你把14一組 14就是對面 他們沒有相0 對面 25對面 36對面 所以很簡單 看到1就沒有看到4 看到2就沒有看到5 看到3就不能看到6 所以來 第一個答案消掉 為什麼 14相0 不對 14要相 它是對面 對面 好 所以1拿掉 25也是對面 所以25不會相0 B 拿掉 好 C 你看 1 對面是4 3 對面是6 5 對面是2 好 正確答案選C 32 然後你看第四個答案為什麼錯 因為 注意喔 1跟4 1跟4是對面不會相0 所以AB珠都錯 AB珠都錯 好 這種立體圖 同學要練習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三十三題 他說 右圖 好啦 老師有跟同學講過 你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它的一個相對位置的概念 好 現在這個地方 立體圖 他說展開之後有可能是哪一個 展開 同學看好 展開之後你要先記住 現在你要特別提醒自己的就是說 好 我們先看這個側面 側面這 來 老師現在把 這兩個三角形勾出來 這兩個三角形是併在一起的 對不對 好 併在一起之後 來 現在上面的那個三角形 上面三角形折過去之後 上面的三角形 必須要兩個腳 都會跟它有接觸 老師在講一遍 兩個腳都要有接觸 而且有一個是直角 一個是直角要接觸 相對的位置 所以現在的答案就只剩下B跟珠 聽懂老師在講什麼 B跟珠 好 那B跟珠現在的關鍵在哪裡 來 現在剩下B跟珠的話 你要注意 現在這兩個三角形的 剛好是接在它的邊上面 而且斜邊 來 這題目你注意看一下 珠的答案 珠的答案如果連起來的話 我們用畫的就可以很清楚了 老師把珠畫出來 你就知道為什麼珠不對了 珠的圖 你把它連起來的話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它是變成是這樣子 這樣子 好 底下 跟我們那個圖很像 可是上面它不一樣 為什麼 它連過來之後 它把這個圖連過來之後 它本身的這一個 珠這一個上面的這三角形 是長成這個樣子的 它連完之後 它把這個折過來之後 它這個三角形是變成 跟上面的三角形 它本身是變成這樣子的 珠 珠的答案 知道嗎 它連起來之後 它的三角形是珠是這樣子 跟我們原來上面的那個圖形 是不一樣的 所以唯一正確的答案 唯一正確的答案只有選V 這個V跟珠差別在哪裡 老師把這個畫出來 好 你看你把它折在一起之後 這種圖形同學就是一個立體的概念 因為這兩個三角形它們已經連在一起 這是OK的 現在連在一起 所以我們就只有選V跟珠 那現在關鍵就是上面那個三角形 關鍵就是上面那個三角形 上面這三角形你必須要來 你折起來之後必須要是這樣子 你看到V就是長成這個樣子 它這一個斜邊 這個斜邊跟這個斜邊 所以這個答案才會是正確答案 那這個 它本身的斜邊是沒有相對 所以這種題目你一定要特別注意一下 折起來 這是一個立體的圖 所以答案是要選V 答案選V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三十四題 三十四題有一個正四角錐 它的面積是1、2、1 1、2、1 來 四角錐1、2、1 來 這個同學老師簡單的給你畫一下 一個四角錐 以下是正 然後上面是一個四角錐 底下是一個正方形 然後上面這個地方四角錐下來 好 這你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 它是什麼樣一個立體概念 好 這四角錐 拉下來 好 這OK 然後現在關鍵是它說 1C 1C是這一條 這一條 這就像我們金字塔一樣 這1C 1C這一條是 根號326 2分之根號326 然後它要你算這個地方的高度 然後它說底下這個面積 這個ABC珠 ABC珠 因為ABC珠是正方形 正方形ABC珠 它說它的面積是1、2、1 所以我們就知道AB的邊長 AB的邊長就是11 所以以下這裡的邊長就是11 11 11 這都是11 好 那老師現在把它畫出來 我們要用哪一個直角三角形 就是這個 好 我們把它畫在這邊 這個地方是H 這個地方是藍色的 這個地方是紅色的 好 這個地方是2分之根號326 然後這一個地方 注意 這個地方本來拉到這個地方是11根號2 那是一半 所以這個地方是11根號2 2分之11根號2 因為這裡的ABC號 ABC是直角三角形的斜邊 所以它是11根號2 但是它只有一半 這裡是O 這裡是OC 然後這裡是OE OE就是H 好 所以現在我們就可以得到什麼 他們勾補定律 勾補定律 所以H的平方 加上11根號2的平方 就要等於2分之根號326的平方 好 這是勾補定律了 好 OK喔 來 這個我們把它插掉 我們就可以算出來 所以H的平方 就會等於4分之121乘以2 加121乘以2等於4分之326 好 所以H的平方 來 326 326-242 242 326-242就是多少 326-242 這個開根好之後 這裡是4 這裡是8 所以84 好 所以這個 來 H的平方 老實講這邊 H的平方 就會等於4分之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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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H的平方就是21 所以H就會等於根號21 所以答案就是根號21 根號21 34題選V 這個就是用到這個直角三角形 只是用到一個簡單的直角三角形 直角在這個地方 因為高會垂直體面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35題 他說將正四面題的四個面 各邊終點連上 得到一個正八面題 好 這個題目的意思同學要看懂 老師 現在給它接一個面出來 你就知道了 來看 它的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有一個 來 它是這樣子 然後我現在這邊都取終點 終點連起來 然後底下這個地方也是取終點 這裡全部都是取終點 把它每一個終點都是連起來 把它每一個終點都是連起來 這裡也都是取終點 把這裡終點都連起來 然後會有一個八面題 好 來 現在我們不要管這個八面題 老師 現在只要幫你把上面這一個算出來 扣掉 因為總共有四塊 這樣的三角形就有四塊 來 這個邊長是1比2 所以我們來寫這個地方 老師 把這個3 這是abc 我們現在算這個abc 然後這裡寫d1好了 因為它是體積 所以這一塊 來 三角形ade 比上三角形abc 這是這一面 我們這個是三角形 這是一個平面的 是不是就是1平方比2的平方 是不是就1比4 那體積呢 體積有這一個正式面體 來 正式面體 正式面體 來 這個正式面體 A B D E A B D E F 這個A E E F的正式面體 正式面體 A D E F 1比上正式面體 A B E B E F 這兩個的比值 是不是就是 1的3方 比上2的3方 這是什麼 體積 正式面體 正式面體 這是正式面體 它的體積比 它的體積比是邊長的三四方比 所以這一塊佔全部的1八分之一 那這裡總共有四塊 所以我們扣掉四塊 注意喔 全部當作1 1扣掉1八分之一 四塊 所以就是1二分之一 所以中間這個八面體就是1二分之一 那題目你什麼 中間的這個八面體是B 整個原來的四面體是A 我們假設A是B 好 所以它問你說 請問B分之A是多少 B分之A多少 所以A分之B啊 A分之B是多少 所以1二分之一 所以答案就是二分之一 意思就是說 我中間這個八面體佔全部體積的二分之一 好 所以答案是選B 好 以上就是我們四題演練老師為同學所做的演算介紹 好 今天的課程我們就進行到這邊